我现在是不是要必须名成家 陆芬芬 你好像闯进我的心里了 芬芬 事情已经解决了 床召是白冰发的 这件事情怪我 是我拖累了你 没有 他是觉得我配不上你 你不要理他 难道你不是这么想的吗 你在焦头烂锣的时候 你就没有抱怨过 我承认 之前是我太不好 我向你道歉 许明晨 我不是你的玩物 你开心了你就哄哄我 你不开心就把我一把推开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只是想专心地把事情解决好 但是我心里在乎的还是你啊 我知道 但是我们之间差距太大了 我累了 陆芬芬 你真的要跟我分手吗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没同意 许明晨 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 但是分手一个人就够了 不要再来找我 我已经向你道歉了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我真的累了 难道你不累吗 陆芬芬 我让你记住 是你选择当的逃兵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 我永远不再让你多出兵 我还能够来 快点 我会想寻找你 小匙 你还能够来 我会想到你 我会想到你 你倒是说句话呀 我一听就知道大事不妙 马上来通知你了 知道了 你走吧 我跟你说 这个事你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 我说你这事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这个事你不想要 我看你了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我看你了 你的状态很不好 我建议你把芬芬追回来 你需要她的吻 我是很想她 但并不是她的吻 就算只是能见的 我都会很开心 有什么区别吗 你不懂 我是不懂 我只知道你的身体会受不了 芬芬已经有了新的开始 我不应该去打扰她 我们曾经也很相爱 但我始终没有保护好她 真的是白冰吗 真没想到 她居然会对我存那样的心思 而且一步错步步错 那是他的天彩 我们不在一起 是自己的 我和你聊天 我和你聊天 你聊天 我和你聊天 我和你聊天 你聊天 我跟你聊天 我和你聊天 我 师傅 你怎么来了 看你这个表情 就时候没开心了 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更好的消息 你想先听那个 那我听更好的消息 我已经对外公开 即将推出的菲利普精酿的三支红酒 其中一支由你来设计 我 这会是你人生中创作的第一支红酒 你要加油啊 你放心 师傅 我肯定好好加油 我肯定尽我所能 不不不 我超我所能 肝脑涂地 我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那我期待 好 对了 师傅 你不是还有一个好消息 我刚好有一套闲置的房子 你可以住进来 之后呢就不用来回折腾了 对 谢谢师傅 我呢跟乔姨住习惯了 我来回跑跑我就当锻炼身体了 你真是一个单小鬼 既然你那么想念 为何不去找他 可是他不需要我 他现在过得很好 呢 我会见到你了 我怕是 Anna 我怕我 你还 odpow 我怕你了 我怕你再有一ep 师傅 你这也太厉害了 这些小物都只在电视上见过的 我跟你说啊 师傅 我跟你说啊 师傅 我跟你说啊 师傅 我觉得咱们这酒肯定能卖得特别好 想想就开心 成功是意料之中的 意料之中的事情 有什么可开心的 你这说话也太绕了 成功本来就是一件好事情啊 我在意的 永远都不是那些脱手可得的东西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如果我干不好事业 却要被迫继承家产的底气吗 芬芬 你觉得 我现在是不是要比徐明珍家 我不知道 其实我一直羡慕徐明珍 我的父母爱她 我的姐姐关心她 而我 我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一年 来 明珍 姐把你揪出来 来 明珍姐揪你出来啊 姐 姐 姐揪我 姐姐 你专一的 姐妹 你肯定我 我的姐姐在生死的关头 只哭着带我哥哥离开 完全忘记了我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一刻 我的父母在我的眼前闭上了眼 走那之后 我就恨上了许佳 怪不得你之前提到许佳都那么生气 现在我知道 你是不是觉得很可怜 其实我只是不明白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许名城 师父 我觉得那个事情就是个意外 你姐姐她肯定有别的苦衷的 陆芬芬 你好像闯进我的心里了 你还真是善良 我怎么收了你这么个傻徒弟 我那是怕你伤心嘛 你如果总是抚摸伤口的话 会失去灵气的 灵气 可以啊你 进步不小 都去为安慰师父了 你还真是善良 我怎么收了你这么个傻徒弟 还有你的音感知 你的音感觉 你还真是善良 你这话 就这么想着 你 Hollande 你八代 你站不开 你 我怎么会 在招呼 在招呼 到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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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ge 那 我手机的招呼 还是招呼 我没有给你 我也 authorized 让我去招呼 我给我给你 看她儿 我现在还是 你给她来 你也得鬼 你确认啊